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女人迷的小蘭 連假回來之後 你有感覺到 你有收假症候群嗎? 可能是覺得有點懶散 或者是體不及盡 這樣的事情好像很難集中精神做 那今天女人迷辦公室玩什麼 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 女人迷夥伴都是怎麼收心的 家綺 你有沒有什麼收假的小朋友? 在收假的前一天 再次確認自己的行事利代辦失效 然後把所有內容分門別列的 把它列出來 讓自己的腦袋先釋出一下 然後明天一晩就直接開座 會先想好當天的中餐要吃什麼 或是下午要訂什麼飲料 這樣當天有點小療癒跟儀式感 接下來我也會分享三個 你可以嘗試看看的收心步驟喔 第一步你可以試著讓你的身體醒過來 像我自己當天醒來的時候 不會急著馬上起床 我會先躺在床上 然後深呼吸十次 就用鼻子吸然後再用嘴巴吐氣 讓你覺得氣體是真的有進出你的身體 稍微流暢起來 然後我才會起床 那當天也會特別一早出門 因為我很喜歡曬太陽 所以我就會走在路上感受陽光 覺得身體跟皮膚是有樹障開的 第二步除了讓身體醒過來 我們也要讓腦袋醒過來 你可以像前面有一個夥伴分享過的 他會先把當天要做的圖書列子先記下來 這裡也推薦另外一個可以疏清 疏離你思緒的方法 推薦你可以先拿出紙幣 還有手掌 用手寫的方式幫自己每日選三 先決定好你今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麼 保定好方向就可以更好的出發 那這個過程也是幫助你的腦跟手可以更連動 那讓你的一天從你喜歡的方式開始 第三步也是我們覺得很核心的一步 那就是觀力能量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需要收心的練習呢 很多時候其實因為我們沒有跟我們的心好好在一起 所以常常需要把心給出去 又要再收回來 分享請你可以回想一下 在這段廉價的時間 你做了什麼事情真的讓你覺得 哇好有能量喔 然後可以帶給你生活一些正向 還有快樂的回饋 它可能是跟朋友出門踏青 以前的熟悶 或是你不自爬的山 也可能就是喝到一杯很好喝的咖啡 那這些覺察都可以幫助你未來 更看你的心一起 那最後呢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開始 接下來要推薦你一個好聽又好玩的方式 女兒咪跟Lyton生姬共同致播了 迷人陪方第三季 你看迷人好時光 我們相信為自己有時間 在每一集的節目裡面都會推薦你一個 能量的說服方式 所以只要你願意為自己留下一段時光 那這樣的時間就是你的迷人好時光 歡迎大家現在馬上就到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 節目名稱迷人好時光 節目的最後也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 分享你的說心方式 也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那我覺得我的心情需要被慰藉 週假日當天會有期待的東西發生 有一個判痛